再来看到圆明会办理110年度第二次原住民族语言能力认证测验 从9月9日开始一直到10月8日只受理报名 此外原住民参与公务人员特种考试 原住民族考试、公费留学考试、师资培育公费生等等 都应要取得原住民族语言能力的正认证 也请民众要把握这次的测验 增加未来就业及升学的优势 本次的测验级别分为初级、中级、中高级以及高级四个级别 不分国籍族群、年龄、学历均可报考测验 欢迎青年学子、族人以及非原住民的朋友踊跃报名 一同来检测自己学习族语的成果 认证考试 我想圆明会也是有很大的心学在做这一块 是为了说将来我们的孩子 无论是大学毕业或者是要到社会上求职的朋友们 如果说你考上这个认证 我想对你有很大的帮助 除了说在要考公职人员 或者是说要做其他的工作 也都有一定的加分 所以说我鼓励说现在的年轻人 多多去学习我们的原住民的族语 然后呢学习了 学习好了以后都可以说去考试 参加考试之后呢 你就有很大的助力 圆明会表示 原住民族语发展法通过之后 急需族语专业人士的投入 原住民教育以及族语发展的行列 今年更是突破以往 每两年实施一次的高级测验的困难 自110年起高级认证测验每年都办理一次 在相关的原住民公务人员考试当中 增加了民众的就业优势 记者林杰花林市采访报道